第三季度财报亮眼 特斯拉市值突破9000亿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Emryna 上月美国股市不出意外的再现了9月的回调魔咒 标普500指数上月月出最高到月底最低 抹去了超过200点 下跌了约5% 进入到10月份以后 美股总体似乎又出现了上涨的趋势 而在前几天 美股也终于迎来了第三季度的财报季 特斯拉周三美股盘红布财报以后 股价是连续上涨了两日 突破了今年年初的最高位 股价达到了910美元 目前特斯拉的市值为9000亿美元 而创始人马斯克的身价也再次飙升 离万亿富豪更近了一步 回看特斯拉自疫情以来的股价走势 仅仅是查看它的趋势图 便已经感受到了其中的刺激和心跳 从去年三月份低点85块 到今年年初冲到最高点900块 随后开始震荡下跌 经历了一系列的利空因素以后 特斯拉的股价也进入了一系列的低迷期 我们比较熟知的事件有 业的投资者大量清仓 并且不断地看空特斯拉股价 到4月份美国德州出现自动驾驶问题 导致车祸的新闻 还有河南报道特斯拉的刹车失灵事件 以及从去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缺心事件 到今年5月份特斯拉已经抹去了四成的价格 跌到了500多块 网络上也一度在疯传 特斯拉是不是快要倒闭了的消息 堂住了负面新闻的特斯拉 在第二季度的时候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财报 同样在第三季度的财报也有非常吸睛的地方 特斯拉第三季度的营业额接近140亿 同比上涨了57% 其中汽车业务板块的收入为120亿 而备受争议的碳积分的收入则下降了30% 深入了解特斯拉的投资者可能知道 碳积分一直是看空者抨击特斯拉的点 因为曾经特斯拉是极度的依赖 谈积分这部分的收入来扭亏为盈的 使得很多人也嘲讽它为最不像汽车公司的造车公司 而现在这部分仅为它收入占比的1%出头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数据 它的operating margin 也就是除利率和税务以外的利润率 是达到了14.6% 比汽车行业的其他公司的利润率高出了一大截 而它第三季度的毛利率也提升至了30.5% 这个在汽车行业看来非常惊人的数字 同时特斯拉也表示 其中一家美国的工厂产能 在未来有50%的上涨空间 而柏林工厂只剩下最后的审批 就可以投入生产加大产能 预计今年的交付量为90万 并且在未来预计达到50%的交付增长率 目前特斯拉的几款车型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有几款车型要预定的话 可能需要等到明年年中才行了 如果能够顺利的开启柏林工厂 并且投入生产的话 相信特斯拉的营业额能够再次的大幅上涨 从上周开始 美国的股市已经进入了第三季度的财报季 我们知道第二季度的时候 财报从底是非常亮眼的 在量化宽松、低利率、经济复苏 这三重因素下 多数的公司都展现出了强劲的第二季度业绩 然而第三季度的财报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供应链问题和利润率等多项风险的挑战下 美股又将会怎样表现呢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